各位老板大家好 无论是工作学习 大家是否都想搞个基于个人知识的个性化大模型 那么一种是微调大模型 一种是构建个人知识库 微调吧 需要一定的代码能力和硬件基础 非常高的硬件基础 而且微调完成后 模型的知识固化在某个时间的节点上 需要时不时的更新微调模型 第二种就是构建个人知识库了 没事给他畏畏数据 经过久久81个天 密练成居家旅行工作学习 必备疏通 今天我就介绍两种方法 搞私有知识库 一种是腾讯刚刚上线的iMA Complete 另外一种是本地Olama将RAG 先比较一下两种构建本地知识库的优劣 说到腾讯这家公司 发展历程 懂的都懂 说点不好听的叫抄袭复制 用资本去裹挟创新 窃取创新成果 说的好听点叫利用庞大的资本和用户群体 后发制人 打通交互枢纽 生态花粉 直至为梦想而窒息 对吧 就事论事 就这个世上 我对腾讯的看法更倾向于后者 因为只要腾讯出手 它至少会让手机 平板 电脑 各个不同的硬件都能同步使用 这就丰富了我们的使用场景 只要脑子里或者手边有合适的文档就喂给它 随时随地可以构建 尤其是针对知识获取比较碎片化的老板 就能迅速打造一套完整的知识框架结构 当然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腾讯是一家国内公司 受到的监管偏景 有些私有的涉密的敏感的文档 不宜上传至云端 加上它只有一个G的云空间 本地Olama加RAG 优势就比较明显了 本地部署需要一点硬件的投入 这里简单说一下 我们就针对我们常用的 PB的模型需要16G内存加8G显存 14B的模型需要32G内存加16G显存 32B的模型需要64G内存加24GB显存 也就是4090显卡以上了 据说这个32B的效果就非常好 好我们来首先介绍腾讯的在线知识库 腾讯的在线知识库叫爱马康Polet 它分为三个版本 Mac版 Windows版和微信小程序版本 我这里下载Windows版作为演示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使用微信进行登录 界面非常的简洁 它这里可以选择模型 浑原模型和DeepsecRE模型 然后支持上传文档 有PDF图片等等 这个小剪刀的图标 是可以截图问答的 就像我们微信中的截图一样 直接就上传了 点开这个头像呢 就进入到设置 我们可以给唤醒快速提问弹窗 设置一个快捷键 还有滑词工具栏 仅在爱马中使用 全局禁用 全局开启 网页默认用爱马打开 就相当于用爱马知识库 作为一个默认的浏览器去使用 这个一般我们是默认关闭的 首选模型这里 可以用火源大模型和Deepsec模型 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点这个小灯泡 就可以创建共享知识库 和加入共享知识库 创建共享知识库呢 它和微信公众号是打通的 微信公众号里头的文章 可以直接导入这里 比如说我们创建一个 医学的知识库 可以将本地的文档上团到这里 或者将链接加入知识库 我们在手机微信公众号文章中 点击用爱马知识库打开一次之后 就可以导入到本地知识库 我将这两篇文章 从个人知识库导入到 共享知识库医学目录下 然后就可以根据知识库的内容 进行提问 比如说我们问一个问题 他这里就会根据我们的本地知识库 回答问题 共享知识库的操作呢 可以加减成员 并且将这个知识库分享出去 如果有了二维码的话 就可以加入共享知识库 由于爱马comporate 这个在线知识库 是去年10月腾讯刚刚上线的 很多地方还不是太完善 它有一个官方的群 我观察了一天 大部分是学生 医生 还有律师在用 因为这三类呢 既不涉密 也不敏感 所以用户增长较快 当然他目前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比如 群里头提出 不能支持表格和TXT文件的输入上传 群里腾讯的技术人员也表示呢 会尽快开发出相应的功能 另外 他这个目前可以共享使用的空间 只有一季 我估计之后 会开放空间的购买权限 之前也提到了 有商业化应用前景的 东西腾讯才会有动力推进 所以我估计这个知识库下一步扩容 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盈利的点 好 爱马 Comperlet 这个在线知识库就介绍到这里 下一步我们介绍 欧拉玛加RAG 本地部署 个人知识库 在本机上搭建个人知识库 分为两步 第一步是下载欧拉玛并部署 Deepseek和Abandy模型 第二步是下载RAG Flow 原代码和Docker 并使用Docker本地部署自带Abandy模型的RAG版本 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各位老板跟着视频 很容易就可以部署成功 首先打开欧拉玛官网 下载并安装欧拉玛 欧拉玛只能下载到C盘 为了不让我们的C盘硬盘空间紧张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环境变量 点击此电脑 属性 高级系统设置 下面有一个环境变量选项 将这条命令添加到环境变量中 就可以实现模型安装在我们想要的盘幅内 当然这个也可以设置一下 这条命令的意思是 可以让虚拟机访问到我们的欧拉玛 欧拉玛下载好之后 最好重启电了 然后再开始下载我们的模型 打开后缀带有Uplatorate DeepSync R1模型的欧拉玛网站 Uplatorate的意思就是越狱的DeepSync模型 这个模型没有审查 没有敏感词 没有思想刚硬 更适合我们本地去部署 基于我机器的硬件 我选择这个14B的模型 然后将这条命令固制出来 点击键盘上的Wn加R 运行CMD 将这条命令拷贝到命令行 模型下载好之后 我们将这条命令固制出来 看它是否正常用心 它还有一些没有下载完成 完全下载好之后 它会出现这个Send a Message 我们可以发一条命令来测试一下 这个模型 还是比较快的 至此我们的DeepSync模型就部署到D当中了 还是一个越狱模型 我们接下来来做第二步 下载RAGflow原代码和部署Docker 通过Docker本地部署RAGflow 我们首先来到Github 来下载RAGflow的原代码 在百度里边输入RAGflow 打开这个页面 我们来看一下简体中文 它的说明文件 我们根据它的Redmin 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 首先第一步是克隆仓库 为了避免有些老板没有安装Gate 那么我们从Code的下拉框进行下载 将文件夹打开之后 解压文件 接着我们来下载Docker 来到Docker的官网 下载本机对应的版本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下载Docker呢 因为我们解压出来的RAGflow原代码 里边并不包含让它运行起来的 所有环境和依赖 而Docker镜像就相当于一个封装好的环境 它会包含所有RAGflow 用行所需的依赖库和配置等等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为了构建知识库 RAGflow会帮助各位老板处理 相关的文件以及数据 并且需要把这些数据给储存起来 储存数据肯定需要用到数据库 如果不使用Docker的话 那么我们还需要本地部署数据库 然后再自己进行配置 这个就太复杂了 如果通过Docker镜像来用行RAGflow的话 这些所需要配置的环境 就通通封装在Docker里了 相关的配置 Docker也会配置好 各位老板可以把Docker想象成为一个 适合RAGflow用型的小电脑 已经下载配置好所需要的一切用型环境 下载好之后 打开Docker会出现一个Docker的小图标 我们这里点击登录一下 成功登录之后 我们将其关闭 打开RAGflow的这个文件夹 找到Docker 用文本编辑器打开这个.env的文件 我们对照RAG的ReadMe 部署还有Embedding模型的RAGflow 我们需要将这个迷你模型给它注释掉 前面增加警号 还有Embedded的RAGflow 给它去掉注释 然后保存 这里说一下这个Embedding模型的作用 Embedding模型就像一个翻译官 它是将我们上传的这些个性化的资料 翻译成机器能听懂的普通话 也就是数学高维向量 Embedding模型的作用在构建知识库方面 主要是自然预言处理 可以将单词短句或者句子转换为向量表示 也就是能让计算机接受领会我们上传的资料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资料处理的模型 下一步我们将这行命令进行拷贝 在RAGflow这个路径下 输入CMD 粘贴此命令 点击回车 它会帮我们自动下载RGflow Docker的镜像 拉取完成之后 我们来测试一下 出现这行大字呢 说明我们就可以用了 我们在本地输入localhost 端口号为80 至此我们本地部署知识库就全部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测试一下 注册一个账号 点击登录 由于它是注册在本地的 随便输入一个账号和密码都可以 这里可以选择简体中文 点击人像图标 选择模型提供商 选择Olama 因为我这里已经配置过 我将其删除 重新配置一下 添加模型 模型类型 我们在命令行输入OlamaList 将模型名称完整的复制到这个对话框内 基础URL 首先输入http 我们使用IPCoffice命令 查找到我们的IPv4地址 将其复制出来 Olama的默认端口是11434 IPAK这里我们可以不输入 因为我们是本地部署 最大Token数 这里输一个比较大的数字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接着点击系统模型设置 这里选择我们的Deepseek模型 陷入模型 我们保持默认就可以了 这个代表中文 这个垃圾模型效果比较好 剩下的点击确认 接着我们就可以创建我们的知识库了 名称 我也将这个删除重新创建一遍 点击创建知识库 名称 我的文档语言选择中文 解析方法 用这个通用解析就可以 点击保存 点击新增文件 本地文件 就可以上传我们的文件 上传完成之后 还有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点击小三角图标 解析文档 解析完成后的文档 才可以使用 显示成功之后 选择聊天 经键助手 起一个名字 其他的不用动 选择模型设置 将最大Token数 拉到最高 不然它的回答会相对较短 点击确认 知识库选择我的 确认 经键聊天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他进行对话了 怎么样 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这种部署方法呢 适用于个人部署和公司局域网部署 今天视频的最后呢 有个彩蛋 就是我们可以 无限免费使用Deepseek 就是通过腾讯元宝 比Deepseek官网 每天一问一答 效果要好多了 随便论 这里选择Deepseek 深度思考 联网搜索 随便论 怎么样 不错吧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老板